日前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出楼,土地房屋供应一如以往备受触目,特别是在中央近月或明或暗的压力下。 星斗市民更是期待特区政府能有所作为,至少为在创历史新高的楼价息度降温。 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一以密得350公斤用地,计划在未来10年为市场提供共33万个公屋单位,紧略高于原先31.6万个的目标。 其中首五年11万个,即每年2.2万个。 并在接下来五年增至22万个,即每年4.4万个,这与过去五年实际落成约9.7万伙公屋比较,即每年约1.9万伙比较。 未来五年公屋的新供应增长可说并不明显。 相信要待到2026年后才可能有较大改善。 现时近15.4万的公屋申请人平均供后时间为5.8年。 上车日子仍是遥遥无期。 2.争取未来10年准备约170公斤土地。 为市场提供约10万个私楼单位,即每年1万伙私楼供应。 但不包括市建局及其他私人土地发展项目。 3.加快市建局,现时在游麻地及旺角的重建项目。 并研究拓展至全湾及深水堡等旧区。 4.研究降低强拍门栏。 加快旧楼重建。 5.推进多项田海造地工程,如东冲东。 交以洲人工赌,龙鼓滩及马尿水等。 政府预计未来几年将收回高达700公斤土地。 6.为配合前海发展未来需要。 政府将建设香港北部都会区,包括元朗、楼浮山、白泥、古洞北、新田、 罗湖、民感度等地区。 全力开拓新界北基建及配套。 预计区内未来将新增16.5万至18.6万个单位,但估计在2031年后才开始落成。 整个都会区发展完成后,估计将可容纳约250万人居住及提供65万个职位。 从上述内容可见,特首林郑月娥今次报告主要着眼于香港土地住宅较长期的远景规划。 对解决香港长远住宅及土地供应不足的问题可说是写下一个不错的大纲,然而, 不者认为这样的答卷仍有点未尽于人意。 稳中却未有求性之心的感觉,没有好好把握为特区政府建立威信及重序人心的好时机。 首先,在解决中短期供应的问题上, 今次报告稍然未有太多落幕,主要希望改划绿化地带以增加中短期供应。 但成效传疑,正所谓远水不能够近火, 留价与市民负担能力严重脱置的情况, 在未来五年大有可能仍然持续。 另外,报告也未有对农地转换和土地共用试点计划定立明确的目标及作出更详细披露。 执行力度诚意,对于棕地回收更是赤字不提, 令人失望,要知道农地及棕地随时可为香港提供过百万住宅单位供应, 劳房及最低人均居住面积等问题也没有涵盖。 无论如何,未来香港及土地住宅供应能否真正做到稳步增长, 解决供应严重不足的问题, 政府政策的执行力度将是重要关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